大家小时候如果有认真上过生物课的应该都会知道 活化石是什么吧 就是存在于远古时代经过不断的进化 如今还依然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家伙 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分享旧时代的美好 提倡新旧融合老派新生活 其实最贯彻这个想法的元老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 拖鞋咧? 校强! 你这个老东西 不知道有没有人没看懂前面在演什么 看不懂也没关系 多看几次你就懂了 真的还是看不懂的话 也是不要紧的啊 因为你可以用超级感谢来支持一下老东西 让老东西可以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 不论是老相机或是其他事物和企划的内容 30不嫌少700不嫌多 我们也在计划频道的会员福利 如果咧大家有1元加入麻烦在底下留言 让我们知道一下 前面工商太久就直接进入主题 之前介绍了RICOFF70D的那集 简单的讲到了RICO的历史 RICO创立于1936年 而起源则是可以追溯到创立于1927年的 Rikagakio Gokio 这是一间理化研究所 而当时就已经在制造了许多的商品 包括了感光的相纸 而到了1936年 因为感光相纸部门被拆分 于是RICO的创办人 世春青带着35万日元以及33名员工 创立了RICO的前身 RICO Gankoshi RICO的品牌历史就先分享到这边 接着我们把时间线快速推到1996年 也就是相机界活化时诞生的那一年 1996年10月老中期的编辑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就在这个月刚好RICO GR1问世 90年代中期已经有部分相机厂商开发了数位相机 RICO也不例外 这也就代表着 GR1是在一个底片相机制造技术 十分成熟的时代被制造出来的 GR系列共有13个版本 由1996年的GR1开始 直到2021年的GR3X 横跨了25个年头GR依旧活跃在市面上 大部分的底片相机型号都停留在底片时代 充其量只是在多开发一台将感光媒材替换成CCD的版本 例如Context TVS Digital 非常少有和GR相同的例子 从第一代到最新的一代 GR系列的13个版本都如出一侧 不仅全部都是搭配广角的定焦镜头 在外观上也都可以看到GR系列的坚持 别误会啊 这并不是说是25年来GR完全没有进步 换句话说GR已经在一开始就做得太好了 精密的机身组合造就了轻巧的体积 可固定焦点的自动对焦 外观简洁力落再加上全系列内置闪灯 最重要的是GR的镜头 打从GR1推出的时候 工程师们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一颗无与伦比的镜头 并且马上着手制作L39接口的GR28 F2.8LTM 这个镜头在1997年发表 比Leica Elmerid 28mm F2.8小了将近一半的体积 制作的数量并不多 比其说是在生产镜头更像是实力的展现 1998年GR1迎来了第一次的升级 GR1S就此诞生 也就是小川老师借我们的这台 乍看这下和GR1没有什么不同 主要升级的部分就是镜头上的镀膜 增强影像上的细节 毕竟GR的定位就是专业摄影师的口袋机 在成像方面当然不能马虎 同一年还有另一个大礼包 也就是GR10 省略的光圈先绝 而且原先在GR1上的鎂合金材质 在GR10上则替换成铝合金 电池从原本的CR2改为CR123A 为了是更大的电力 以应付使用者频繁的使用闪光灯 镜头则是原封不动的移植到了GR10的机身上 这一切的改动是为了让更多 即使不是职业摄影师的影像爱好者 也可以轻易的接触到高品质的影像 时隔三年 RICO在2001年再次将GR系列推向极致 GR21和GR1V登场 我们先来聊聊GR21 我们手上勒 刚好没有 不过没关系 因为它除了镜头部分与GR1S不同之外 其他部分以及功能大致相同 如果说镜头是一台相机的灵魂的话 那GR21的灵魂可大有来头 GR21名副其实搭配的是 21mm F3.5折克镜头 使上第一台小型口袋相机能够搭配超广角镜头 在当时可以说是一项创举 难怪大名鼎鼎的街拍摄影师 深山大道也是爱用者之一 再来谈谈GR系列以底片作为记录没才的最终作 GR1B 虽然说和GR21一样在2001年发表 但是GR21是在4月 是牡羊座 牡羊座的朋友最近天气热要多喝水 以防中暑 下雨天记得 出门要带伞 不然会被淋湿哦 短短隔了5个月 GR21就带来更方便的性能 合理怀疑以前的相机厂商 就已经像现在的Sony一样在一起牙膏 刚好我们手上勒 就有这三台机器 那我们就来好好的边聊操作边认识它们吧 GR1 GR1S GR1V 在外观上大同小异 开关机同样都是在观景窗右侧的红色按钮 观景窗左侧则是实体闪光灯的开关 左至右分别是强制闪光 自动闪光和关闭闪光 这个设计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可以在不用看着相机的状况之下 改好设定 准备拍摄 三台机器的机顶最左边都是曝光补偿的实体转盘 旁边则是定时延迟快门的开关 再过来的MOD 可以切换无线远对焦 单点对焦 以及RICO最隐隐为傲的独家技术 SNAP模式 在SNAP模式下 相机会自动将对焦点设定在2米 当按下快门时就能够直接拍摄 减少在自动对焦所花费的时间 在抓拍的时候能够及时的触发快门 SNAP模式就连在最新的数位GR上 都依旧保留了这个功能 而对焦模式在1V更新增了手动对焦模式 在网友则是显示底片张数 以及对焦模式的液晶萤幕 从GR1S开始萤幕增加的背光 在暗处也能够清楚的阅读资讯 最后边则是相机模式的转盘 P代表程式曝光 转到数字则是光圈先绝模式 而1V则是新增了我自己觉得最棒的功能 就是可以手动设定ISO值 比起其他PSG GR1V多了许多可以让使用者自行调整的设定 再加上高品质的成像镜头 可以说是对了其他目前在这个市场上的价格 所以说不多优点不知道会不会把GR捧得太高 但还是有个问题要提醒一下 虽然拥有GR因为它机身轻薄 不太需要大口袋就能够随身携带 但是必须要有很深的口袋 以及足够的爱与呵护 会这么说的就是因为GR比较常出现问题的地方 是LCD萤幕的排线问题 不过拥有这么强大的功能 这点小问题我是完全愿意承担啊 你就承担这样子 GR系列真的太多人敲碗 总算是千呼万唤死出来这一集 虽然没有办法把13台相机全部一次介绍完 这次就先介绍底片相机的部分吧 如果我们RICO爸爸有看到这一集 刚好也觉得影片做得不错 我们也是可以为GR3X再规划一集 我们顺便再把RICO的历史介绍完整 也让大家更能够认识这个创造活化时经典的品牌 你都看到这边了 给个超级感谢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好啦不勉强啦 你们就继续看免费的 好啊没关系啊继续看啊 我没有关系啦 真的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啦 G1 S 和G1 V 在外观上大同小异 开关机同样都是在观景窗右侧的红色按钮 按钮 按钮 那个call in 都出来了